大家好,我是杨凡 上一节课呢,我们就讲了这个子母瘤柱的规律还有临床的应用 这一节课呢,我们开始讲这个五叔瘦的规律还有临床的应用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个寻经推拿 理论上你不懂瘦位也可以做出效果来 所以讲就是瘦位只是说希望让大家在以后临床的过程中 能够用一些比较重要的瘦位去加强,去起到一个加强效果的这个作用 但是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经络的一个整理性给它污略了 经络的这个整理性肯定要比这个瘦位要重要 我们以前学习这个寻经推拿的时候 老师就根本就不要求我们去寄这个瘦位了 因为,因为其实有时候这个邪气啊 他也不是说看到你那个瘦位就去钻了 其实说大部分的概率之下 这个邪气呢,他会藏在这个,他也会藏在这个瘦位里面 但是呢,不要,但是他有时候呢 也会在瘦位的这个旁边或者是远离瘦位的一点的地方去隐藏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整体经络的这个整理性给它污略了 另外就是我们这一期课会讲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瘦位 除了这个武术瘦,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这个元瘦和乐瘦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临床上,临床上会,可以用到的 可以比较有效的加强效果的瘦位 其他的一些,还有比较多的瘦位,我们就不去学了 因为第一个是,瘦位太多了 我担心会把它,大家的思维都搞乱了 也可能会让大家误以为这种瘦位,这个比经络更重要 另一个就是,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经历去学这种瘦位 你想想,那么多的学习经络设计的,或者说是这个人生 书上标注的这种瘦位就有三百多个 是不是啊?我们没有那么多经历去,也没有必要去记那么多这种瘦位 你主要是记住啊,主要是记住这个经络的这个经络,这个巡行的这个路线 这个主要是记住这个经络的巡行路线 还有这个它的里面的这种,这种气血的这种,这种特点 还有它的里面的,每一条经里面的这种,这种阴阳的这种上衰 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下面开始讲这个五书岁啊 这个五书岁呢,就是这个瘦位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瘦位啊 因为这个五书岁呢,跟五行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五行就是这个肝,就是木火土金水嘛 对应了就是心肝脾肺肾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很多这种病其实都是,不外乎就是这些五脏的病是不是啊 那你如果能够熟练的掌握这个五书岁的话 它就可以治疗很多这种五脏的这种病或者是 而且五脏跟六腑也是表里的关系 那么就是五脏六腑的病它都可以治疗 只要你能熟练的这个去应用啊 所以这一部分是,所以这个五书岁这一块的内容在经络里面 还有在瘦位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啊 这个五书岁呢,就学经脉各经分布于轴期关节 以下的五个重要的这个书岁,也就是锦,银,书,金,和,简称五书 零书里面就指出这个所出为锦,所溜为荣,所住为书,所行为经,所入为和 这个呢,是对五书岁,精气流注特点的一个概括啊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这个月字旁的这个书和这个车字旁的这个书 其实是同一支来的 所以有的书是五书岁,五书岁写的是这个书也对,是不是啊 所以你们以后再看书的时候你就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说这个五书岁跟这个五书岁,其实是一个意思啊 这个,呃,所出为锦是,像这种是什么,什么意思 我们,呃,解析一下,所出为锦就说这个锦,呃,锦的这个,这个汽水呢 呃,就流出来了,这锦也就是水的这个源头嘛 就精气从这里流出去,精气是从这个锦这里流出去的 然后呢,锦,源头的水都是比较小的,是不是啊 所以说那个锦,从锦水里面流出了这种锦水,是比较的,呃,这个量是比较小的 锁锹为融,然后呢,这个,到了这个,这个,银水这里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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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量呢,要,呃,加大一点,啊 然后呢,锦锦为锦,锦这个纯锦,锦盖的意思就是锦锦为锦,这个锦锦呢,锦到了锦锦这里的时候,呃,这个锦,这个锦,这个锦锦呢,就会,呃,要进一步的这个,呃,增加,啊,可以纯锦锦锦锦了,锦锦为锦,的意思就是说锦嘛 就是说,行者,通畅无阻,啊,是吧 也就是说,锦锦到了这个锦锦这里呢,就可以通畅无阻的过去了,也就是,它意味着,它就意味着这个锦锦到了这个,这个锦锦,到了这个锦锦这里呢,就是,比较的,那个,万,是吧 所锦为何,何锦,也就是到了何锦这里呢,就像,这个锦锦照上百流归海一样,啊,这非常的,这个,万,啊 这个呢,是对五叔锦这个经济拓展的一个概括,啊,还有这个,啊,这个,啊,我们先,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五叔锦的这个分布的规律,啊,啊,这个锦锦呢,都位于这个手足之端,我们今天讲了一套,那个,啊,这个,手法的,那个,啊,简化版的这个,啊,手法,也用了这个锦锦,是不是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锦锦主要是在手,啊,手脚指的这个,这个,木顿,往往是在它的木顿的这个两处,也就是吃白肉祭处,啊,如费经的这个绍商锦,还有脾经这个引白锦,锦的就是说水的源头,啊,银锦呢,都位于这个掌指,或者是脚掌,这个指关节上,啊,如费经的这个鱼锦,还有这个脾经的这个大肚锦,银的意思就是, 迂回的小水,像山西一样,啊,这个四流,啊,书费呢,都位于这个掌腕,还有,啊,或者,或者是这个脚掌的这个关节部,啊,如费经的这个,啊,或者是手,手脚掌的这个关节部,啊,如费经的这个太,太,太渊,是吧,太,太渊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啊,就是在这个,啊,手,啊,手腕这个,啊,啊,这个,啊,这个,啊,关,关节部,啊, 是不是啊,还有这个脾经的,啊,啊,比如说脾经的太白水,啊,啊,所以在这个,这个,水位的这个位置,啊,大家都可以在,啊,啊,网上,啊,看到的,我们,啊,大家,我后面,我们这个,讲,讲到每一条,啊,经络的时候,学正经,我们还能看,就每一条经络,我们都在讲,嘛,在那后面讲经络的时候,上面也都会有这个,这个,水位的这个标注,啊,啊, 这里面解释说,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啊,这个,这个,这个标注的意思,啊,像三寸的瀑布,倾斜而上,经络呢,都为这个,万怀,关节,以上,比如说费经的这个,啊,这个,啊, 啊,经络是,啊,还有这个,脾经的这个,山丘,啊,经呢,就是主道,像昆广的这个江河,畅行无阻,啊,活顺都为这个,轴漆,关节,肤健,你比如说这个费经的这个,啊,费经的这个,啊,费经的这个,齿轴穴就是在手肘这里,啊,还有脾经这个阴灵犬就是在这个,啊,呃,也是在那个,基盖,基盖的那个,后面,啊,这个,活的意味这个,比较是江河的水,就是汇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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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大海的意思就是说,经气比较的,啊,经气比较的旺,啊,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啊,啊,五叔岁,啊,这个,五叔岁呢,它因为它,啊,五叔岁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具有这个五行的属性,啊,这个呢,是,和其他的穴位,啊,不但一样的地方啊,啊,这个五叔岁的,这个五行的,啊,这个属性的,就, 特别的强,啊,这个五,五行就是金木水和土,嘛,所以呢,这个五叔岁呢,它也称为这个五行岁,五叔岁的这个五行,啊,这个属性,阴金跟阳金的这个配合的这个次序是不一样的,它跟临床应用的这个关系,啊,最大,比如像难经这个六十六难,里面说这个阴景木阳景金,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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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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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阳晶的这个锦续说五行它不是属木了 阳晶的这个锦续五行它是属金的 阴续 阳晶的这个阴续五行是属水的 阳晶的这个苏续五行是属木的 阳晶的这个金续五行是属河的 阳晶的这个河续五行是属土的 五行续这个五行的配置呢 它就使得五书续成为一个完整的这个五行指示统 从而与其他的这个降乎器官组织 人五行指示统这个相互联系 并且发生了一个并且发生作用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假如说我们都不种经络 然后也不种其他的这种这种 所以我们单单用这个五书续或者是这个五行续 它也能解决这个解决 不少这种五乡六乎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所以说你说它重要 是不是 然后这里面就很多人都都犯梦了 你比如说我怎么 我怎么知道这个阴晶的这个怎么记啊 这个感觉都很乱是不是 就是你你说我一下子 我记得记来继续 然后我就乱了 我冷戏就记得这个阳晶的顶衰是属木了 是不是 这种情况其实啊就是干水水位的人了 就很多人都会犯这种迷糊 那里面就说我们现在这种信息就很发达了嘛 是不是啊 我们也不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洗剂阴杯啊 你就是你就像我说我们的我们的这个说加紧乘除法 哎呀好 那人家人老美都觉得我们就有没有必要记得那么熟啊 是不是啊 人家一个计算器巴巴巴巴就打出来了是不是啊 所以老美不记这种不记这种什么加紧乘除法 他不想记这这这么一些东西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大家看一下新闻就知道啊 就是找个零钱非得用个计算器给你弄 然后呃但是呢即使是死记 他里面其实也是有有规律的是不是啊 不能说一点规律的没有 你比如说我我我我刚开始去学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也在纳闷 为什么这个亚这个云金的这个这个锦碎就为木碎呢 为什么这个阳金的这个锦碎就为金碎呢 难道是古人这种就是这是无论套了吗 他肯定有一定的这个理论依据的吗 是不是啊 那我们啊我们就知道在那个我们今天讲课的时候 讲讲的有一个啊有一个规律什么呢 就是阳即生阴 阴即叫生阳 我们讲级乎留住的时候讲这个问题嘛是不是 阳即生阴对阳经来说 阳经的这个阳经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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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端 是不是啊 也就是到了末端的时候他就急了嘛 就是一个急嘛 阳急呢就应该什么生阴 那么这个谁生阴呢 那么这个谁生阴呢 那在五行里面 水对阴的不就是阴吗 是啊 水对阴的就是阴 那么谁生水呢 那肯定就是 金生水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阳经的这个末端 阳经的尽头啊 他的井碎呢 这个井碎就是 每一个都是在这个阴经阳经的这个这个末端嘛 那么在这个阳经的末端这个井碎呢 因为阳 阳急就生阴了 所以呢 阳经的这个井碎 五行就是属金的 因为金生水 阳经就接着什么 因为按我们的那种表理规律啊 这个阳经过来 然后呢 他肯定是接着阴经 是不是啊 就表理关系嘛 是不是啊 好 所以阳经的这个井碎呢 他就是属金的 那么这个阳经的这个阴是属火 属是属木 金是属火 和是属土 那么这里面还有 这里面就有什么规律呢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只要确定 他的井碎是属于什么的 那么后面呢 里头可以推测出来 为什么呢 他是 他这个是一个相生的一个关系 大家注意看 比如说我们就说了这个 阳经的这个井碎 五行属金 那么银穴呢 他的这个阳经的这个井 银穴 就属水 是为什么呢 因为金生水 也叫说前面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水 这个银穴的这个 这个气水是从哪里过去呢 是从这个金水过去的 所以呢 这个叫金生水 也就是银穴 这个银穴的这个气水 都是从这个井水过去的 所以是这个井水就生银穴 也就是对阳经来讲就是金生水 那么这个银穴的这个气水 要是从谁 从哪里过去的呢 就是要 它要是从这个银穴过去的 我们说这种 我们之前讲这个五行的相生的关系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没有 相生的实际就是说 给它 直接给它提供能量的那个就是母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干 这个干木 新火 木生火 意思就是说这个火 是这个直径能量 这个新火的这个直径能量的提供 就是干给它的 所以是木生火 那么在这里面也是一样 银穴能 银穴的这个气水 是从这个银穴过去的 啊 然后这个银穴的这个气水 是从这个银穴过去的 所以呢 就是这个银穴五行属水的话 那么银穴五行就是属木 因为水生木嘛 那么同理 你一推 你就发现 哎 它这个规律都是这样子的 啊 你这个银穴的这个气水 是从银穴过去的 所以是 所以 所以这个阳经的这个 阳经的这个 这个银穴属木 然后它银穴呢 就是属火 因为木生火 然后再过来 这个银穴的这个气水呢 要是从这个银穴里面过去的 所以是 所以那个银穴 这个阳经的这个银穴呢 五行上是属土的 因为火生土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过来 这个银穴 银穴 银穴 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气水是按这个 五行的相生的关系 去排列的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银穴嘛 是吧 这个银穴的这个井穴 五行是属木的 银穴的这个井穴 为什么是属木呢 啊 我们刚才讲了啊 阳极叫生阴 那么阴极呢 叫什么 阴极叫生阳啊 是不是啊 阴极叫生阳 那么在 在这个五行里面 代表羊的主要是什么 火嘛 是不是啊 那么是谁生火啊 当然是木生火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阴 阴极啊 因为这个井穴 阴极的井穴 也就是阴极的 都是阴极的这个末端 末端就极了嘛 是不是 过不去啊 是不是啊 所以阴极的井穴 五行属木 是吧 因为呢 这个是阴 阴极就是 主要生阳了 是不是啊 然后呢 阴极过去了 这个阴极呢 五行属什么呢 只要说啊 我们呃 刚才了解了这个阳经 那你就知道 阴极呢 是五行属火嘛 对吧 你知道这个阴极 其实都是从这个井穴过去了 因为是 阴极的井穴是属木 那么阴极肯定是属火了嘛 是不是啊 然后呢 你就可以推断说 这个阴极的这个 这个阴极的这个阴极肯定是属土的嘛 是不是啊 那你不知道 现在你都 不用去查阳 不用去摆路 你都 你也知道了 是不是啊 然后在我们 再往 再往前啊 那么这个阴极的 阴极的这个金穴鼠呢 可能是属金了 因为土生金了 是吧 然后这个 然后阴极的这个阴极呢 阴极的这个阴极肯定是属水的 是不是啊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金生水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里面呢 就 其实呢 它还是有这种很强的这种规律性啊 而且这种规律 而且这种规律 而且呢 这种规律性 跟这个五行的这个相生有很大的这种啊 这种啊 关系啊 上面呢 我们再讲讲一下 之所以啊 这个五行穴 之所以又称为这个啊 这个五书穴啊 这个五书穴 之所以称为五行穴 也就是说 它具有这个金木水和土这个五行的这个属性 那我们 那我们 如果要用这个五书穴的话 是不是 你要把这个五行的这个属性 也给也给搞清楚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之前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讲这个五行嘛 讲这种阴阳嘛 是不是啊 那都是为了后面打一个基础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讲这个五书穴里面这个金穴 这个金穴的有什么重点啊 那你就会想到这个这个五行里面这个金的这个属性 金是什么属性呢 金的主要属性就是什么 收敛 数价 金 对应 金对应的是什么 金对应的是 肺 明白 肺金嘛 是不是啊 啊 然后就把这个属性都联系起来 金穴 五书是五书穴里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金穴啊 都 都有一个啊 都有这个啊 都有这个啊 收敛 数价的这个啊 属性都可以作用于肺 啊 五书穴里面的这个 木穴 都跟这个肝 肝 有关系 啊 刚才补充一点 呃 因为我们这个 呃 刚才讲的这个金 其实除了这个大 呃 这个肺是属性的 大肠也是属金的啊 因为大肠跟肺相表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金 金穴呢 呃 可以作用于这个肺 和这个大肠 然后这个木穴呢 因为肝胆都是属木的 所以五书穴里面的这个木穴都能作用于这个肝胆 那么这个木这个五行的属性主要是什么 木主要的这个在五行里面的这个属性主要就是 书穴 书穴 这是他最最最重要的这个属性 书穴 然后生发 啊 还有这个五行里面的这个这个水穴对应的是什么呢 水穴的对应的是什么 水 在五行里面 哪个杖是属水 谈光跟肾都属水 是不是啊 所以呢在五书穴里面这个水穴呢 都可以作用于这个肾或者是谈光 那么这个水呢 五行里面这个水有什么特点呢 水的一个特点 就我们我们回忆一下 刚开始讲五行的起源的那几课 就是了五行这个水 五行里面这个水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任善 润 还记得没有 水 有一个特点就是润穴 就是往上去滋润 万物的这个特点 然后呢 香口里面我们还讲了什么 水 口 火 是不是 好 要记住这么一些 就记住这么一些属性 然后这个土 啊 这个土穴 就是对应什么 土穴就是对应的 脾胃 脾胃都属土 是不是 然后这个土性有什么特点呢 土性 有个特点就是主要是 啊 脱后 脱土啊 脱土 脱后 啊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什么 愿化 是不是啊 然后 还有什么 我们说 我们占的这个 就像我们占的这块土地 你看这个土 还有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 就是 主静 是不是啊 就是它 就是 不动 就是一个相对的 就是不动 所以土具有这么一个 啊 脱点 所以我们 要我 呃 因为它具有这么一些五行的这个属性符 所以我们后面在 呃 呃 在学习 在这个基础上去学习这个 呃 学习这个 这个五行的这个临床 应用的时候呢 呃 我们就会 就会能够想得出来 它应该有 哪些作用 是不是啊 好 我们后面再 呃 再往上看 这个我们学习了 呃 这个呃 是呃 因经了这个 呃 五书式表 所以我呃 我刚才说了嘛 这个书就是呃 呃 你那个 呃 打成那个车子堂那个书 也是对的啊 而这个呃 呃 我把这个表列出来呢 就是说呃 希望呢 就是呃 呃 有空的时候就是去记一下 当然了 其实你 你如果不用的话 其实你 有很多时候你是记不住的 其实 就是说这种隧位 你要记得住 呃 一定要呃 这平时呃 要去多用才记住 假如说你有时候你想用了 然后我又记不起来 那怎么办 一个是就是 你呃 就是看一下课啊 然后或者是百度查一下 这个是 呃 最简单的啊 呃 对这个手 这个手 三阴而言 这个手 比如说手太阴 呃 肺经 手太阴肺经 它每一条 它每一条经络跟这个脏尾一样 它也有这种五行的这个这个 这个归属的啊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手太阴肺经 呃 跟肺肺 像的 跟肺脏这个上面呢 肺属经 然后这个手太阴肺经呢 它本身也是属经的啊 啊 手太阴我们说了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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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颈穴都是属木的啊 啊 手太阴肺经呢 这个呢呃 他这个颈穴是少商 颈穴是这个余记 书穴是太渊 金穴是金曲 何穴是齿重啊 啊 这个手绝音啊 心包经啊 手绝音心包经啊 手绝音心包经啊 它也是 它是属火的 心包跟这个心 都是属火 所以呃 相连 相连的这个 这个绝音心包经 还有这个手绝音心经 都是属火的 手绝音心包经的这个呃 这个呃 颈穴 颈穴 是中穴 颈穴 颈穴 是呃 内劳工 这个是呃 内劳工啊 这个你可以呃 可以 一般来说内劳工简称 也就简称为劳工穴 啊 他的苏穴是大灵 啊 颈穴是 见死 然后呢 何穴是 曲折 然后手绍音心经的这个 这个颈穴呢 是 少聪 颈穴是 少府 书穴是神门 金穴是 林大 何穴是 呃 上海 这个 竹太音皮经 这个 竹太音皮经呢 这个是皮嘛 就是 就是 熟土了嘛 是吧 所以竹太音皮经它也是熟土的啊 啊 这个竹太音皮经的这个土色是呃 是银白 然后呢 银色是大都啊 这个 呃 大都呢是熟 熟口的啊 这种呢都对应起来啊 呃 然后呢 他的太白是呃 呃 苏色是太白 然后 金色是商胶 商胶 何色是 银银泉 呃 竹太音干金的这个 呃 这个颈色是大针 啊 银色是行箭 啊 书色是太通 金色是中风 何色是取权 啊 竹少音圣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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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啊 啊 是属水的啊 是属水的啊 竹少音圣经啊 啊 它的景色是涌泉 这个涌泉 我们都是经常用啊 呃 然后银色是这个啊 啊 软骨啊 竹色是太西 金色是富撩啊 何色是银骨啊 这种呢 大家就呃 记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阳经这边呢 就呃 我们说的阳经啊 这个景色都是属于金的啊 啊 然后就是后面这个呃 银色 书色 金色 河色 然后你都可以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这样子记 啊 这个手 呃 守阳明大肠经 嗯 守阳明大肠经是 也是呃 属金的 因为呃 这个肺根大肠 相表里 是不是啊 啊 守阳明大肠经的 这个景色是 山羊 银色 二件 苏色 三件 啊 金色是阳西 何色是 曲石 守 少阳三焦经 啊 也是属火 因为星灯 星巴跟三焦是相表里嘛 啊 星巴属火 然后那三焦也是属火啊 三焦经的这个 这个景色是光聪 银色是夜门 苏色是中属 然后金色是姿高 何色是天井 嗯 嗯 守太阳 这个小长经 啊 这个这个表里面 有些字啊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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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字那个 嗯 福字的意思 这个里面有些 字打之后漏啊 这现在补上就行了啊 啊 守太阳啊 守长经的这个景色是少泽 银色是前古 苏色是后西 啊 金色是阳古 何色是小海 主阳明卫经啊 啊 是俗 俗的啊 疲惫到俗俗嘛 啊 啊 他 阳明卫经的这个景色啊 是历队啊 银色是内庭 啊 苏色是现古 金色是解析 然后何色是竹山里 竹小阳胆经啊 这个是熟墓的啊 甘胆到熟墓啊 啊 啊 这个胆经的这个景色是竹桥阴啊 啊 银色是沙西 啊 苏色是竹林气 金色是阳府 啊 何色呢 是阳明卷 竹小阳 旁光经 啊 是这个是 旁光经是属水的啊 啊 旁小阳旁光经的这个景色是 之音啊 啊 银色是啊 是那个 族 啊 族通谷 嗯 然后呢 这个苏色呢 啊 其实就是通谷顺嘛 这个苏色是树谷啊 金色是昆仑 何色是 啊 伪中 啊 就是呢 啊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像这些税位都 都 如果大家一时制不住 都没有必要 都没有必要 呃 没有必要花啊 啊 然后我就怕有些学生说 哎呀 杨老师讲那么多这种税位 我都记不住怎么办 其实我 其实这 这个 这么些税位 不常用 有些税位不常用的话 我也记不住 那么我记不住 但是有 但是说 就是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你把这种大 你 你把这种 这种 规律性的东西 你可以记住就行了 至于 至于这种具体的税位 你说你 呃 不知道在哪 有时候我也想不起来 这样的 那么这种时候呢 就我们就 用一种追奔的方式 百度查 是吧 啊 对的就是说 跟大家强调一下 不要 呃 不要心里面有这种压力 啊 啊 这个五书社这个组织呢 就啊 就重点讲一下了啊 这个在零 零书里面就 呃 讲有这个 并在长者 其实长跟长 就是啊 差不多 你主要是理解完这个功能就行了 这个是五常嘛 是不是啊 那么也有说一下 写的是五常 其实应该是长啊 并且长者取之井 长就是啊 五常就是 五常就是 新加皮肤胜嘛 是不是啊 取之井 并便于色者取之勇 并时间实胜者取之疏 并便于因者取之经 精满而学者 并在胃以及饮食不解 得病者取之河 以还有这个难经的六十八难中所作的这个补充的解释 是井主心善满 勇 引主 深热 输主 体重 疾痛 井主 颗 颗寸 颗寒 寒热 合主 逆气 而泄 这就是啊 他的这个组织的一个概括性的东西啊 我们就啊 分别说一下啊 这个井主啊 因为都位于这个刺白肉祭处啊 它具有这个交通 这个阴阳气水的这个作用 我们古人呢 就以西神行无知 为病在障 也啊 其实在墙也 你也可以说在墙 是的 尤其是在这个 呃 比如说在这个中风啊 还有这个啊 昏 昏绝的时候 常有这种神智改变的这种病症 疾症就常见的 有心下这个满闷不通 斜食 拥立心窍 呃 这个这个井穴 他能够行脑 开窍啊 呃 呃 呃 精神 蟹肉 还有蟹食 切斜 消炎 症痛的效果 所以就往往在治疗这种疾症的时候 用了特别多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呃 临床上 呃 这个人 还得操促 我们 擦主要什么 擦中充 中充也就是 中充就是心包的这个井穴嘛 是不是 然后中风的时候 我们往往 做什么 我们往往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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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水 还有十个 呃 这个 呃 这个 呃 呃 这个 呃 因为这个井穴 这个有 它就具有这么一个 呃 作用啊 呃 呃 这个在临床上也会用的 比较 比如说头痛的时候 用这个井穴有效效果特别好 另外就是说这个 呃 这个井穴呢 它有 呃 还可以用 因为它是阴阳 呃 这个 教教会的一个地方嘛 是不是 所以往往一个人 伤病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要先做井穴 我们实际推拿那个 扫法补充里面就 呃就讲了 先做井穴 让它这个阴阳能够交通起来 那么 再去做别的这个 呃 再去做 经络 呃 呃 还有其他水位的话 这个效果就会 能够加强 是不是 是 这个说井穴能够井神开窍这个呢 大家 要有点联想井吗 就是 就是 你想想你联想一个井的状态 井上面是 有盖吗 是吧 然后底上是水吗 是不是 那你把这个盖拿掉不就是开窍吗 是 但是这个窍呢也不能说 也不单单你就能想到这个脑 这个窍 它其实皮肤毛孔这种它也是窍 所以插井穴是不是能够 助发汗嘛 是不是 它为什么能够发汗呢 因为 它井穴痛啊 是不是 它就可以把这个 毛孔就打开啊 是不是 然后那个 那个井上是水 水 水 是不是 水是不是 就是 有一个什么 可以 可以卸肉吗 是不是 把水拿出来 不就可以 轻肉吗 是不是 所以那个 这个井穴那个刺水的时候 也可以 也可以退肉 是不是 凝神是什么 这个 上面的这个水本来就是煮净的 水本来就是 它的本身是煮净的 如果是它流动的话 它是因为有羊的这个作用 但是水的本身是煮净的 所以它这个井穴 如果你是不用力掐的话 它反而有这个凝神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效果 是吧 银穴呢 这个 银穴主要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脐血活 可用于这个 弱 这个呢就是 你比如说在 这个弱病呢 就有很多 你比如说是发烧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弱病 你比如说这个烤腔溃疮 是不是 喉咙肿痛 是不是 这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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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弱病 是不是 那么都是这个银穴的这个 这个作用 输血呢可用于 用于这种有时间规律 发作性的这种病状 然后呢 这种时间发生线的规律变成 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记忆说 在级武流处里面 比如说有个人就在费劲的时候 就在费劲当令的时候 凌晨三到五点钟 咳嗽或者睡不着觉 那么你是不是 你通过这种 我们通过这种学习 你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这个疏睡 我们就可以找费劲的 那条那个疏睡去治疗 是不是 费劲的疏睡是太冤了 是不是 然后关节痛 关节痛的时候 一般来说 也找这个输血 效果也会比较好 还有这个是身体沉重 由这个水师所制作 就是感觉到身体比较的 沉重这种 也是这个输血所制 然后精血主要治疗 这种声音变得 比如说阴阳 说不是话 这种是精血的治疗 然后像这种外感病 发寒发热这种 那么都是 这个精血都可以治疗 精血特别 这个能够 能够治疗 这个咳嗽 嗅唇 这个是要注意的 然后活血呢 主要是 治疗这个经脉有瘀血 或者和这个肠胃 有关的这个消化的 这个冰状 比如说这个 这种凹凸 还有这种瘀血 还有这种头晕 还有这个头胀 而且它可将上位的这个气往上引 这个是活血的这个组织 大家看到 看到上面这组织 我们在 在 在 在连设它的这个武术 治疗 就是说它也有一定的这种 治疗的这个外置 它也有一定的这种规律 比如说你说这个 这个颈细嘛 在颈细在末端 就少脚趾 少脚趾的这个头的这个末端 是吧 所以它对应的是什么 如果从一个反硕区来 你就想了清楚了 颈细它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头啊 所以它主治了主要治了这种神智神智性的这种病啊 然后呢 这个颈细 对应的是啊 面 所以从治了这个五官的这种啊 这种啊 这 这种发热就比较的有效的 比方说这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 颜豪 颜豪总统 颜举 颜举上后这种 这种颜豪的发伤这种是不是 然后苏血对应的是 对应的是这种啊 对应的是这个颈或者或者这个腰 所以说你像这种闹着呢 你说这种腰痛这种啊 它的这个俗血呢 就呃 效果就比较好 然后这个精血呢 精血对应的是这个啊 肺心 因为它可以注意到 它注意到这种啊 活肚寒热这种 是不是都适应 啊 跟这个肺和这个心有关系 是不是 然后呢 活血呢 对应的是这个什么 活血对应的是这个啊 对应的是这个皮 和肾 所以它就去到这种 逆气 而肺 我们说这个逆气 而肺 当然 可能就是有两个就是啊 可能是这种啊 呃 嘔吐之类的啊 也有可能是腹瀉之类的 也就是嘔吐跟腹瀉 哎 它都可以的 那腹瀉来说就 呃 不单单是指这种呃 呃 脾胃的关系 但是可能也跟这个 是不是跟肾 也有关系 是不是啊 然后 就说这种东西啊 其实呢 它都啊 就是它都有一定的这种规律的 它变 它呃 呃 它并不是啊 就是随便想出来的啊 啊 呃 我们知道这个阴晶的这个 这个颈穴呢 是是属什么的 阴晶的这个颈穴是属木的 阳晶的这个颈穴是属金的 然后你呃 我们看一下那个呃 主制就知道了啊 啊 你看到这个 颈啊 颈主 心善满 心善满就是说呃 悲气的 悲气的这个意思啊 啊 这个 呃 这个也就是气机 气机不顺啊 啊 杀不来啊 啊 我们说这个呃 阴晶的这个颈穴是属呃 是呃 是属木 木呢 这个呢 你想想你这个你这个气机 很多时候就是有 有些 有些 这个心理烦闷了 呃 感觉悲气啊 是因为这个 干木的这个气机影响了 因为木刻土嘛 是不是啊 因为这个干木的这个气机影响到了 这个脾胃 所以他会导致这种气机不畅 另外 另外 所以说这个阴晶的这个颈穴呢 是通过这个木刻土这个 的这个去治疗这个身上满的啊 然后呢 然后这个阳晶的这个颈穴 它是属金的 金星呢 就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了 金星就有一个收敛的这个属性 金星就是 绿燕的肺嘛 肺主素酱 有一个素酱的这个属性 素酱就是说把气往上 尹呢 是不是啊 啊 所以 所以他这个 锦组啊 这个啊 这个金星呢 他去通过 通过这个 收敛的 这个 素酱的这个 把这个气 呃 疏通这个气机啊 这个 虽然说 呃 这个 虽然说这个 五行的这个 锦组的这个 阴晶跟阳晶的这个属性不一样 但是都具有这个治疗这个身上满的这个作用 然后呢 银 煮 深热啊 这个我们在 呃 我们在 看一下 银 银晶的这个 呃 银晶是什么呢 银晶的银晶它是 呃 呃 它属火嘛 是不是啊 然后 阳晶的这个银晶它是什么 它是属水 它是火水呢 这个火水它有 呃 呃 它有 呃 一般的水位往往都有双重调节的作用啊 就是说这个火水它既可以 它既可以温然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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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火 卸火的脚上就可以清热啊 是不是 然后那个阳晶的这个水水呢 它有什么叫水嘛 水克火 是不是 它就可以 呃 它也可以治疗这种啊 这种 发热之类的这种疾病 是不是 然后这个 酥 主体重 节 痛 那么这个酥水是什么 酥水 在这个 在这个 呃 阴晶的 阴晶的这个 这个酥水 呃 是 是 是属什么呢 阴晶的这个酥水主要是 呃 属土的 土水嘛 土水 土水就对于这种脾胃 是不是啊 你说体重 节重 是不是就是 就是身 身体沉重 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水湿 那么这种土 本来的 土本来就是化湿的嘛 是不是 那么这个 关节痛呢 是由什么 因为阳晶的这个什么 阳晶的这个 木碎什么呢 阳晶的这个酥水 阳晶的这个酥水 它是 它是属木的 是不是啊 阳晶的这个酥水 它是属木 那木是什么 木就是什么 木就可以 木煮金 干 木对应的干嘛 干就煮金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对阳 阳晶的这个酥水来说 呃 呃 他就 呃 主要针对这种 呃 痛症 你比如说这个后 后西水 小长径的这个酥水 它属木的 他是不是 针对这种脑症 还有这种 呃 腰痛都 呃 都很有效果嘛 是不是啊 还有筋主 可蠢寒热 啊 我们啊 这个筋呢 就是说 呃 也跟五行 有关系啊 你比如说这个 阴 呃 这个阴晶的这个 呃 然后呢 这个 这个阳晶的这个 这个金穴呢 它属什么呢 阳晶的这个金穴 它是属火的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火是为什么又可制的 火是可制的寒热 可以 大家可以理解吧 是不是啊 他可以 呃 他可以温暖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那个 呃 赛火 是不是啊 啊 然后呢 这个最多可双是用什么呢 是因为有很多这种 这种可双嘛 他 他是不是 他很多 有很多可双 它是因为这种啊 受了这个啊 风寒 呃 呃 外感引起来的 是不是啊 所以他这个火水啊 他 他这个啊 阳晶的啊 阳晶的这个啊 阳晶的这个火水嘛 他就 他通过这种啊 他通过这种截表 他通过这种外样截表的方式 就可以治疗这种 呃 可存嘛 啊 所以那个 阴晶的这个金穴呢 他属晶本来就对这种 呃 肺的这种 呃 就是 就对肺 这种病状表现是吧 然后火煮力气而泄 火水 也就是说这个火水 我们讨论这个 阴晶的这个火水是属什么的 阴晶的火水是属水的 是不是啊 水叫什么 你 呃 你你说那个 你 你比如说吧这个 呃 呃 拉肚子的时候是不是水多 是不是啊 它水碎 水碎既可以什么 它既可以有轻热的这个啊 作用 还有这个啊 还有 它通过这个水 通过这个水碎的这个作用来说 就是说 往往水位都有双重 双重调节作用的啊 就是说 你这个 缺水啊 通过水碎可以补水 你如果水多了 通过这个水碎 呃 又可以减少这个啊 减少这个水 你如果是泄 你如果你腹泄的话 是不是 你是不是 搭配你的水多 那么它通过调理这个 通过调理这个 活血 因为阴晶的这个活血 它 它属水也可以调理 但是 更多的就是说 它这个阳晶的这个 呃 这个阳晶的这个活血呢 跟这个 呃 关系更大 因为阳晶的这个 呃 这个活血呢 阳晶的这个活血 它是属土的 土就对应了什么 土就对应了 对应了这种脾胃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 呃 这种 像这种逆气而泄 很多是不是因为 这种脾胃引起来的 是不是啊 所以呃 这个呃 阴晶的这个活血 还有这个阳晶的这个活血 对于这种逆气而泄呢 都呃 都是有 呃 都是有效果的 你 你比如说这个 呃 这种呃 呃 呃 其实 这个 取卓卓 取卓卓 呃 很有效的 呃 都是都是在这个手肘 或者或者是这个 这个这个九七 呃 这个七盖的那里嘛 是不是啊 那么 就从一个反反射区来讲 这个呃 无论是这个 呃 这个轴七呃 呃 这个手肘或者是这个七盖 这里 它如果对于一个整个人体来说 呃 那相当是不是相当于中部 那中 那中部就相当是不是 对应的 是不是脾胃 所以凡 所以凡是那个轴七关键的这个 这个顺位呢 基本上都跟这个脾胃呃 呃 能够呃 能够大的上关系啊 呃 这个呢 就是呃 我们讲呃 我们就说用这种 我们以前学习的这种五行的这种知识 去把这种五十岁的这种 治疗啊 去呃 分析了一下 而后面我们呃 我们还会讲到五十岁的这个呃 一些应用的问题啊 这几个我们先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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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